李宗益 李宗益 大家早安 我是林宗益 我在國立台灣博物館服務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怎麼從一個高中美術班的學生 走到文化資產保存的道路 我像各位一樣大的時候 是一個新莊高中美術班的學生 那我們都是要自己去找創作的題材 那我是一個比較不太會描繪人類 會動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動來動去很難畫 那什麼東西不會動 蓋在那邊的房子不會動 我很喜歡畫建築 然後當時就是帶一個相機 然後每天天氣好的時候 就去拍照 就去找創作的素材 那個時候在台北的路上 我發現有許多日本時代留下來的建築 非常適合拿來作為創作的素材 我當時也不了解他們的歷史 也不了解他們的故事 只是覺得他們漂亮 然後把照片帶回畫室 然後在創作的過程中 我的老師就過來看說你在畫什麼 我說台大醫院 他說台大醫院有什麼好畫的 我說就不知道就漂亮了 那他也覺得好像說不上來哪裡怪怪的 他就覺得說不知道台灣的建築價值在哪裡 那也不曉得我花這個時間去創作的意義在哪裡 所以他就建議我說 他說應該多去看一些世界上精彩的名勝古蹟 就比方說把金字塔 太基馬哈林 或是比薩斜塔加到創作裡面來 所以這個 右邊這張圖就是經過他的指導之後 我就很聽話 我是個好學生 然後就加進去一些 什麼奈良的無叢塔 或者是就是一些巴黎鐵塔這樣子 然後他看了以後覺得很滿意 覺得好多了 然後我也覺得 OK 不知道哪裡怪怪的說不上來 可是因為太喜歡畫這些老房子了 所以畫了蠻多的 後來就覺得說那我去念個建築系吧 應該有很多建築物可以讓我去做創作 所以後來去選擇的是台灣在文化資產方面的師資跟課程 比較豐富的中原大學建築系 但是全世界的建築系其實都一樣 就是一個在訓練學生如何去創造 以及去蓋出新房子的一個科系 即便是中原也是一樣 不管在所有的學分裡面的比重 包括環控設備歷史 然後法規 所有的課程都是在為了去輔助有一門最重的學分 叫做設計課 一個學期可能八到十學分 然後五年 建築系要念五年 各位同學要想清楚 就是五年都會有這個課程 然後其他所有的課都像是配菜跟配角一樣 跟我原本的期望是不太符合的 所以我進中原建築系之後 就開始去找我自己喜歡吃的菜 我大一大二的時候就把研究所 有關於歷史跟文化資產的課程 幾乎都去能修的就修 不能修的就旁聽 然後再把取得的這些知識的養分 拿來變成我在做設計 最重的那門設計課的素材 於是把設計課變成了我所喜歡的歷史課 那這個就是我在大五 大五就是要選擇一個畢業設計的題目 花一整年的時間 然後去把一個建築物蓋出來 我不想再為這個地球上增加什麼新的房子 所以我把時光拉回到日本時代 台灣有一個民間團體叫台灣文化協會 他們在向當時統治台灣的總督府請願 希望台灣人能夠有屬於自己的議會 至少對於預算的審查 對於立法權能夠有一些被殖民者的聲音 那這個對於當時的總督府來說 當然是沒有辦法去接受的 所以這件事情在歷史上沒有成功 沒有發生 後來就進入了軍國主義的昭和 不過我是比較理想 畢竟我要找個題目 所以我假設如果在1927年 台灣議會被准許成立 然後需要去蓋一棟建築物的時候 怎樣的議會建築是符合台灣人對於歷史跟文化的認識 以及符合台灣人去對於開一個國會 或者說開一個議會需要的空間 那右邊就是我提出來的答案 我認為台灣沒有什麼文化是純粹的 即便是最純粹的南島語族的原住民文化 在後來各式各樣的統治者不同的朝代 也都加入了很多不一樣的元素 我們也看到塞德克巴萊要反抗政府 他們拿的火槍也是西洋文化 那我設計出來的建築就是包含了日本 台灣西洋各式各樣 當時能夠在台灣找到的文化素材 這個是我提出來的答案 那這個研究所呢 我覺得說我還需要再取得更多的知識 跟更多的對於台灣建築的了解 所以我選擇了一個在空間實踐方面 相當具有經驗的台大城鄉所去就讀 在這個城鄉所的訓練過程裡面 我才發現其實以往我們從建築人的角度 去看到的那個硬體的物質 對於了解一個場所跟環境是遠遠不足的 比方說左邊這一張 正是這兩天天歌颱風跑過去澳門 然後造成很大的傷亡跟一些災損 那我們可以看到澳門它是一個非常高密度的居住的環境 但是它同時其實也是一個非常具有悠久歷史的城市 它從明代開始有漢人廣東人開始過去墾拓 慢慢的又歷經了葡萄牙殖民 以及現在是中國的一部分 在這麼高密度的高層大廈裡面 其實各位很難想像它裡面竟然還有明代的聚落 淋淋散散的存在這些數十層的高樓之間 那現在他們的文化當局也是想要希望說 既然只留下這幾個小村子 我們好好的把它保存活化 可是就面臨了非常大的地產開發的壓力 以及比方說都市管線的配置的壓力 包括現在要因應災害各式各樣的 如何我們讓這種明代的老房子 還能夠有人活在裡面去續存它的一個使用 而不只是留下那個空殼子變成是一個民俗村 那這個是我當時在山上所受到的一個非常大的震撼 我們不是只要留那個房子 而是還要有人住在裡面這樣的保存才是成功的 那當時台大也是有非常多的機會 可以到世界各國去實習 或者是去看各種工程的進度 右邊這一張是相當有名的 威尼斯世界遺產 由人如知大家想到的都是浪漫的畫面 但是其實它現在非常大的危機跟挑戰 就是在全球暖化地層下陷 觀光客過多 多到去影響到它當地的生活人的品質的時候 威尼斯人是很不快樂 是很不開心的 然後每天那個水都越來越高 怎麼辦 他們有一個非常大的工程 麻省理工學院幫他們做了一道牆 那個牆是好幾公里 可以把海浪擋在整個西湖的外面 那這個大工程其實不只是理工科的頭腦 要去面臨跟處理這麼多的難題 包含裡面的政治 經濟 社會 裡面有許多的環保團體的抗議 許多歷史保存團體 有的是贊成 有的是反對 那對於人的組織 以及對於人的各種資源的分配 以及安排 這是非常複雜的社會議題 我們即便在那邊待了兩個月 用盡了所有會講的英文 都還是只能覺得說 好像理解到了一點點問題的皮毛 但是下面還有非常大的問題的結構 那這都不是以往 我們只看到那個 啊 溫妮寺教堂好漂亮 然後那個教堂有什麼漂亮的 金馬車在上面的 這種建築系只看得到的硬體 能夠去認識的問題 那其中對我來說最影響最深的就是 台北現在新北市的 新莊樂森療養院的一個認識的過程 左邊這張是我們在大學的時候去打工 打工就是因為那個時候 要蓋捷運機場 然後樂森療養院即將要被拆除 然後老師就說我們放假的時候去測繪 幫他做一個最後的紀錄啊 那對我們學建築的人來說 一到樂森院裡面會非常的興奮 因為它的結構真的太精美了 然後許多很漂亮的環境是由建築所構成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們屠左 這是我同班同學啊 當時在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木構架的廊道 在那邊談笑風聲 然後我們要測量它的長度高度 所以爬上爬下就是玩得不亦樂乎 然後還有公讀費可以拿 後來到了城鄉所 在台下城鄉所看了很多前輩的資料 很多的訪談 口述歷史 我們才知道其實樂森院的歷史非常的沉重 包括我們在那個地方爬上爬下的木頭廊道 因為被關在裡面的賴病病患 在裡面的熱身病人是非常不開心 身體上的痛苦 心理上的痛苦 可能想不開 晚上自己就去把自己掉在那邊 然後第二天早上護士來開門 每天幾乎都會有人自殺 就是在這個廊道 我們聽到之後就覺得這真不是一個 建築系能夠理解這個場所的環境跟意義 然後在城鄉所的時候 就透過了非常多的工作坊 以及跟這些院民的互動 讓他們去跟全世界其他地方 也同樣有這種悲慘故事的麻風病人跟癌病病人 包括英國統治時代的馬來西亞 包括日本統治時代的韓國 到處當時都是用這樣子的帝國主義的處理方式 但是到現在也都面臨了都市開發 以及這些老的環境沒有辦法再續存 然後我們帶他們到處去遊說去串聯 去更加的認識其實一個場所跟環境 它背後更重要的那個故事 才是這個文化資產留下來的意義 念完書去當兵 我在高雄岡山的空軍官校服役 每一次放假收假的時候 坐車都會經過一個土佐那個漂亮的房子 我不知道他是幹嘛的 我就覺得這房子放在這邊非常的美好 然後有一次收假的時候回去 看到他被鐵皮圍起來 所以我就會覺得奇怪 要是要怎麼樣 現在是要把它拆掉了嘛 於是我的第一個文化資產提報 以及搶救的活動是發生在我當兵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就打電話給高雄市的文化局 打電話給當時的 不管藍的綠的立委議員 就說好像發生一件事情 然後我也不太清楚是發生什麼事 然後他有工程告示牌 所有的圍籬上面 我就看到他的業主水利署第六河川局 要把這房子拆掉之後呢 蓋一個新的環境控制中心 因為要即將面臨高雄越來越多的洪水啊 各式各樣的颱風 所以他們需要一個高科技的新大樓 就要用這塊地 後來文化局給我的回覆是 因為這件事情他們已經 所有的程序都已經進行得很完備 即將都要 這個拆照都已經發了 就是箭在弦上 然後濱臨城下 第二天怪手就要來挖了 那他們能夠做的就是 先請水利署稍微慢一點點 不要這麼快 他們請了一個高雄的學術團體 一個老師帶著學生 先去把他簡單的撤繪 拍照記錄之後 好 曾經這個地方有過這個房子 然後再拆掉 那這個是當時的極限 就是我們已經用了所有的 我那個時候能夠認識的媒體的人脈 或者是明代等等的 然後去做了這樣子一個 不是很成功的保存運動 那也被關切 就是水利署就請我去喝茶喝咖啡 是想說這個傢伙到底要幹嘛 然後其實發現後來 也發現我沒有人要做什麼 我只是覺得這房子很漂亮 那他們也很無奈 就跟我說其實他們 接收了這樣的財產 歷經趕少換代 得到了這個 他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房子 也不好用 也不能當辦公室 所以從他們的立場來說 其實也是一個沒有選擇 我們為了一個新房子 只好去拆掉它 我到了後來 因為保存運動的過程 才知道說 原來這間旅社 就是在日本時代 神風特攻隊 從南台灣的機場出發 那個機場就是我服役的空軍官校 然後那些機組隊員 他們前一天晚上會在這邊 度過他們人生最奢華的前一個晚上 這麼有歷史故事的房子 後來在歷史上沒有辦法被保存下來 像這樣子無奈的故事 其實非常多 所以我服完毅 當完兵之後的第一個工作 是作為文化部 那時候還叫文建會 他們也是對於全台灣各式各樣的產權人 產權單位 有很多不一樣的理解 跟不一樣的需求 都搞不太清楚 所以委託了民間的專家學者 教授去做進一步的訪談 很深入的了解 到底這些人要的是什麼東西 所以比方說 左邊那一張 我在新莊的一個客家人的三山國王廟 了解他們的屋頂漏水 然後他們的地磚破裂 可是他們沒有前修 對於像這種用正年間三百多年的老廟 不管是大清國 日本時代 中華民國 這種短暫的政府 都是過眼雲煙 所以你要請這些廟工廟住 他們去上網 找到一個非常繁雜的網站 然後點選補助的表格 列印出來 然後還要提報給文化局 才能拿到那筆錢 這個對他們來說是太困難的事情了 所以一定要有這種中介的團體 或者是幫他們做這件事情的人 聽到他們真正的需求 然後去做為一個政府跟民間之間的橋樑 以及右邊這一張 我們都知道全台灣擁有最多公部門的文化資產的單位 是有一個叫做台灣鐵路管理局 他們有非常非常多的運務、公務、電務、機務 這些單位下面有很多的車站、橋樑、隧道 全部都叫做古蹟或歷史建築 但是他們這麼多單位 沒有一個單位是專門在負責去修這些文化資產的 所以對他們來說 這些文化資產不是資產 是很沉重的負擔 那這種故事也是地方的文化局 或者是中央的主管機關 去指定之後走掉沒有辦法解決了 他只是跟你講說不能拆 但是對他來說 這個東西就是財產 就是沒有用的報廢財產 那接下來我要怎麼辦 所以才會台灣這麼多的 到處不時的哪邊燒起來 然後哪邊不小心拆錯了 都是因為在這種文化資產的產權人 沒有辦法去負擔 以及沒有辦法去應付 如何去修理這樣子的一些 他們自己的寶藏 那如何讓所有的人都意識到 或者是說認識到這些東西 其實是有價值的 我們把它花一點精神 花一點經費好好的留下來 對於將來留在這塊土地上面 在這個地方繼續生活的人 是一件好事呢 很幸運我後來兩年前在現在工作的 國立台灣博物館 它是一個充滿古蹟的博物館 它大概有十幾處古蹟或歷史建築 然後散落在台北城的各地 所以我只要在那個地方辦公 就會有源源不絕的 各地的來參觀的人 老師帶著小朋友 然後爸爸媽媽帶著小朋友 然後他們一開始來 然後我的工作之一 也是負責跟他們導覽 介紹這棟建築物的歷史 它的材料工法等等的特色 但是到了後來我發現 其實我是坐享其成 等著這些人送故事過來 不只是我單方面的跟他們講說 這個房地有什麼價值有什麼價值 有些人會來講說 這個工廠我爺爺在這邊工作過 那他知道的故事比我還多 這個銀行他媽媽以前是這邊的辦事員 然後他歷經了土地改革 歷經了各式各樣的 那我會覺得講故事這件事情 不管是我跟他們講 或者是來參觀的民眾告訴我 然後我再把這更多的故事 再跟更之後過來的人講 人是會有興趣的 聽故事大家都喜歡 然後就會去意識到說 哇就是因為有這些房子 留在這塊地上 所以才有機會講這個故事 不然歷史文獻寫 寫在書裡面非常的死板 一般人其實看書的不多 或者是說能夠去體會到這些故事 是這麼的活生生的那樣的層次感 跟有沒有建築的差別 就非常的巨大 那我個人有一個幸運的部分 也是因為個人興趣是能夠很直接的跟大家講說 請大家來關心我的興趣 並不是因為現在台灣 開始各界注重文化資產 或是對於歷史保存 比較有集體的意識 然後我投入這樣子的一個領域 其實是反過來 是我自己先注意到這件事情 然後現在可以後緣無恥的請大家一起來關注 欸 左邊這張就是柯文哲市長上任之後呢 因為其實他並不是把文化保存 跟文化資產放在最前面的位置 所以這只是他在上任第一年而已 就發生了非常多的文資慘案 我很快的講過去 包括中山橋沒有辦法重組山景倉庫 因為道路拓寬要被牽走 包括新北投車站的重組位置的問題 南港平台工廠 文盟樓 橘原百貨 那我覺得多到已經可以變成是一個創作的素材了 我把它們全部畫在一起 像是一個宇宙戰艦這樣子 那其實這樣子的故事呢 還繼續也在發生 他後來又繼續當了兩年第三年的市長 我現在這個可以做成親民上合圖 但是我並不是希望看著這個產區繼續的發生下去 透過了現在非常非常廣泛流傳的網路平台 各式各樣更多的媒體訊息 其實我們可以透過很多的工具 以及很多的希望邀請大家來理解這些故事的一些機會呢 留下來更多原本在法定或是說正常的程序 可能留不住的文化資產 只要透過大家多一點點的關注 透過大家多一點點的努力 包括我們建工高中旁邊其實就有非常歷史豐富的 日本海軍第六燃料廠的廠房 那它不是只有戰爭之前的那個歷史 是很精彩的 它連戰後眷村在裡面後來發生了什麼寡婦樓 又在這個地方被建造起來 以及後來又被強拆 這些故事都是要透過硬體的物質被保存下來 才能夠繼續的流傳下去 那最後呢我放的這張是現在跟我合作的一位畫家 他把近日非常紅的台北的北門廣場的周邊 如果在尊重文化資產跟歷史的條件之下 其實我們留下來的不會只有北門這一座清代的城門而已 這塊場域它從清代流行船做洋務運動以來 就是機器局的地址 以及後來日本時代把鐵道部放在這裡 因應的鐵道部又有對面最大的郵局 又有山景倉庫等等 如果我們可以把各種不同在台灣歷史上發生過的多層次的 豐富的文化的故事都用一個硬體的證據留下來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一個非常精彩的台灣 那這張圖是一個想像的過程 是一個因為已經有許多被拆遷或者是被搬走 我們現在就是看到了一個北門在那邊 有點可惜但總比完全沒有好 那其實現在呢像他這樣子的畫家 用台灣的地景來做創作的素材 不只是他還有非常多都做得非常精彩 畫得比我當年好太多了 已經不會有人再去質疑他們說 你只畫台灣的房子做什麼 因為這就是我們自己的財產 這就是我們自己的保障 那希望將來能夠認識到就是屬於在這塊土地上面的故事 要透過這樣的建築才能夠流傳下去 這樣的人如果越來越多 將來我們的子孫能夠認識台灣的歷史 也會越來越豐富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